中文字幕志愿者 上次聊天的时候 是春龙总刚刚确定去宝藤的时候 我在微信上跟他聊了几句 今天下午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与马来西亚多元重工集团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宣布 双方已经签署协议 吉利集团将收购多元重工旗下宝藤汽车49.9%的股份 这次收购将使得吉利集团成为宝藤汽车的独家外资战略合作伙伴 时间好快啊 您到那边都已经四年多了 四年多了 你的声音很清楚 我的声音清楚吗 清楚清楚 特别清晰 太好了 我记得您是2017年8月份到的宝藤是吧 您上任的这个第一个月做了什么呢 2017年8月来了第一回 悄悄来的 但是还没上任 当然正式上任是2017年10月1号 那么一上任呢 那我就跟全体员工写了一封信 我首先应该告诉我的员工 我坚持什么 我反对什么 第一个要求呢 就是说 我们要相互尊重 相互包容 只追求商业利益 第二个 就是要专业 要呈现 第三个呢 就是管理要通 第四个 要合规 我说这既是对我们 所有员工的要求 也是对我本来的要求 我要求大家都要做到 做不到 教育 如果教育无效 你最好你走开 如果我有问题 你也跟我指出来 我感谢 那这封信之后 就是说 大家的反馈是怎么样的 坦率的说 任何一个新领导 到任何一个新公司去 尤其一个是一个华能领导 他们这个公司成立了个34年 35年 从来没有一个华能领导 来当CEO 他就有点像什么呢 中国一气 突然来那个越南人 突然来那个印度人 到一气 而不是徐刘平 你说这个冲击很大 我相信 百分之六七十人 或七八十人 说等着瞧 对吧 看看你到底怎么样 可能还有百分之二十人 行啊 就等着看你笑话 在我们马来西亚从来没有一个中国汽车 可以进到来马来西亚 就是说可以做得一个所谓好的一个成绩 没有了 就是说这里只有这个日本车啊 日本车是做得蛮不错的 啊 那个时候你还可以可能你对他有少少的有一点怀疑 所以有忽略可是不是这么多 我们知道肯定会成功 就是时间方面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2020年 2029年 或者是2021年 可是时间证明了 其实他提早很多 而且我们把文明知道说 吉利这是他的第一波 要进行国外市场的 保腾是一个四角师 四点师 所以怎样都会让他成功的 这是我们的心里的想法吧 保腾很特殊 它是一个 可以说是既是国有企业 又是一个合资企业 也是一个私人企业 因为我们公司有13个国家的人 大家的文化背景 价值观 宗教 都不一样 那怎么能够形成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呢 这个是非常难的 我请吉利的HR 包括DRB的 包括保腾我们自己 我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来回顾 来整理 如何把保腾原来的企业文化 和吉利的文化 相如何 我们新宝人认为 你想当马来第一 就问你是第一吗 不是第一 说明他有问题 所以我们要解决问题 问题文化 第二 我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当老大 好坏 Benchmark 第三 不要歇歇停停 停停干干 要不停的干 尽量不要生命 尽量不要停下 这就叫奋斗者文化 第四 和会文化 不要下来 之前马来西亚的那个管理方式 他们会比较慢一点 一种的方式 它会要求比较快 一向来跟我们说 如果你一慢的话 就会被市场吞没了 你要快 比如说产品的推进的速度 你要快 比如说我们的销售的 那个政策要快 如果有市场的反馈 我们一定要快去处理这些 能不能问一下 您每天睡几小时 我刚来的时候非常辛苦 前半年一般是工作7天 每天都是12小时 有个14小时以上 所以创业很难 很辛苦 但是它必须憋住于不尽 我们马来同事就跟我说 李总 你不要跑得太快了 不要礼拜六礼拜天都加班 我们跟不上你的 光你一个人在高 有什么用呢 说的也有道理吧 当然有道理 但也不全有道理 那我就礼拜天不加班了 好吧 礼拜六必须加班 否则的话 完成不了任务 作为一把手 我一个礼拜工作六天 每天12小时 我年龄比你大 资格比你老 懂得比你多 对吧 贡献比你大 也没有经济问题 也没有生活问题 你为什么不服呢 那你当然要服我 说真的是压力是蛮大的 因为我是2017年委入职的 从2018年开始 其实是每一天我们都在打仗 就是说要重整全部的 不同的策略 政策 我们每一天是做到 差不多是月晚11点 离总还是一贯的离总 也是工作六天到七天 也是没有变到现在 它一直是重要 设定一个很担心的目标 主要是要向我们的能力 到限制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的限制 我们的总裁 我们的总裁 首先我们要用力 如果不定 即使我们的策略 才是更多 所以我们取得 实际上描述 кив外来 您是什么时候感觉到 大家的整体 这事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变化 销售好的时候销售好 狗屁都是今天销售不好 今天都是狗屁 合作公司是2017年4月1号成立 因为没有新产品 一直到2018年年底整整15回月都不太好 但是到了2018年我们X70上市了 这个时候那种信心那种情绪 无论是在我们体系内还是在体系外 博越的上市 这个点击量 把整个马来西亚都打穿了 还没有哪一个人 还没有哪个家庭不知道博越的 不知道X70的 就在那一刻 整个信心整个环境 可以说是一个根本的改变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proud to present to you the new 2020 Proton X70 Proton will build on this success and use it as foundation to instill from confidence to drive demand for our future products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there is more coming over alignment 博越就是X70 我们的主要竞品是CRV 我们现在的销量是达到205倍 你看中国没有吧 再比如说我们第二款SUV 冰月 我们这里叫X50 当然主要竞品是谁呢 本田的HRV 你看在马来西亚 我们彻底把它搞趴下 是它的三倍 我上个月冰月卖了4000台 注意哦 中国是马来西亚的50倍 所以这个量是很大的 要乘上50倍 那您觉得就是说 消费者这样的接受我们这两款产品 核心原因是什么 就是技术好 产品好 你说这个品牌积淀 那个时候还没有 因为宝藤品牌在马来西亚心目当中 这个知名度百分之百 美育度不高 质量不好哦 服务不好哦 以前都卖3万马币的 你通来卖个10万马币 人家都不相信你哦 中国品牌有的才能经来过马来西亚 但是呢 这个呆了一伙 表现都不太好 就X70能够成功 最最核心的原因 就是根据当地的市场要求 进行了再次开发 你比如说我们的座舱 因为马来西亚常年都是33度 所以他们对空调的要求很高 所以我们把这个自动空调啊 这个在冷却方面进行了改进 比如说后面的排风 在中国都是一个排风口 在马来西亚必须搞两个 我们要根据当地的这个客户的要求 市场的要求 包括竞品的情况 做对标 然后进行再次开发 所以主要是靠的产品力 但后续就不是了 刚开始是这样的 但后续还在靠品牌啊 体系啊 售货服务啊 等等 我们发布是在2018年的12月份 我们9月份就开始收订单 我们就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收到了1万台的订单 他就把那个车去到每个省 做这个preview 就说他请了这个 窩窩窩的这个工程师 用窩窩窩的这个这个 这个名气 给你感觉到这辆车 不是一个普通 不是一般的一辆车 啊 给定金的那些全部都是 还是那种很professional 医生啊 律师啊 那些全部 很多人订车是没有看过车的 宝藤首席执行员李春荣 今天为宝藤经销商 设立的新4S中心 主持开幕仪式后 被媒体追问到 国产车3.0 对宝藤的挑战时 他认为 提升宝藤 提高竞争力 才能在社会竞争 Proton 这是一名的OEM 奥特曼 给我们 非常重要的是 我们自己的 我觉得这个重要 因为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是竞争 渠道建设方面 是怎么做改进的呢 上了两个礼拜 我就沿到马来西亚 西海岸 最惶惶的地方 我去考察了 两周 后来我就发现 我们这个渠道非常弱 它都是ES 70%的电脑 都是只卖车 不修车 仅靠ES 只卖不修 那你没有前途的 你这个产品再好 都不行 所以那我就提出 必须是4S店 或者3S 才能卖 这个博越 这个经销商 很多人都不服气 说 因为投资多了嘛 所以他们就告 到马来西亚政府去 我光是为了这个事 我见马来西亚部长 都见了10次 包括收府董事长 都跟我打变化 说春龙啊 你就不一定要坚持 3S了 4S了 ES也可以卖博越 我说不可以 我说不可以的 如果你ES也可以卖 就这个信心就坚定不了 我说收府董事长 你要坚持 我就应该你的办 收府董事长非常睿智 他说你不要听我打 我的意见 就作为参考 最后 我们坚持 用3S 4S 来建立这个渠道 应该2017年的时候 宝藤是最差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想过 要放弃宝藤的那个ES店 因为宝藤赚不到钱嘛 刚好吉利的加入 宝藤有给我们去上海 然后宁波就参观他们的场 我们去看了他们的汽车 然后拆回来才决定 要不要升级 可是在那时候呢 也不是太多人会做升级这个东西 因为也不是全部人有信心啊 因为升级这个东西就要用几百万嘛 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 坚定一下 发现一个东西是容易的 你能不能坚持 在10个部长 在股东各方面的 不同意见的质问下 你的初心啊 你能不能保证不要变 包括他们以前都是 就是我们先发车 等他们卖的车以后再把钱给我 设销嘛 我来的时候不允许 不允许 必须是现货 给钱 给钱再发 所以95%的经销商不满意 但是 两年以后 90%以上的经销商 对我们现在的政策 是非常满意 他这样子的做法 不只说 付钱才提车 到最后 到我们还要把钱放在保腾的这个户口 我们才可以提车 我们都已经接受到这样的程度 还有什么东西我们还办不到呢 所以我说了李总最大的成就 就是把我们的经销商的这个 这个文化全部都变了 就是说把它变成李总的文化 可能是 中国的文化 我也不晓得 说白的 就是 我说啥 你跟 就说不要问那么多 不要讲那么多 也不要谈那么多 你就跟着我办 你跟他讲没有两句话 他就跟你讲不不不不 来不不不不 这样子 他太有经验了 有什么事情 他自己都已经知道那个答案 那个决定是怎么样 怎么怎么怎么 是什么决定是对我们是最好的 到最后很多经销商都知道 跟李总谈了 都是没有结果的 到最后每个经销商都算了 我们还是跟着办就算了 我们最主要是赚钱 赚得到钱 你说啥都啥都没问题的 在中国 我们用的是永春 快 准 横 去解决 我们企业存在的问题 但是你来到马来西亚 这是另外一个文化 另外一种商业环境 就必须用太极 该楼的时候楼 该钢的时候钢 我举一个我们自己将成本的例子 他们跟我说 在马来西亚 我们整车仓库16个 我说16个仓库啊 我说我在中国 我在企业里面 销量比你大一倍 我只有一个仓库啊 你怎么会搞16个仓库呢 他们跟我说不一样了 我们有两块地方 西马跟东马啊 当然要多一点了 我说可以的 东马那一边 保留两个大港口的 西马这边保留两个 总共四个 砍掉12个 不用商量了 这就是永春 不用商量了 肯定不会出事 不用再商量 当然了 由于这种钢 我们马来同时 对我还是有意见的 他说李总的标牌动作 就是这个动作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这是我的永春啊 不要再说了 所以他是一个很难被说服的人 是吗 对对 非常难 成功的说服过他什么吗 他不是说要建一个3S店 4S店 那个时候呢 可能他是从中国 刚刚进来马来西亚 他都不知道 我们马来西亚没有那么大的土地 像中国嘛 他就说 我的ABC我都是要那么大 他就不听 到最后 他就说 他是不会改变的 他讲的话是不会改变的 他就说ABC就是ABC 后来呢我就跟他说李总 不如我们加一个D 加一个E可以吗 后来他说说 那可以 加可以 改他的意思是不可以的 我通过这个4年的这个工作实践 我发现 不管什么种族 不管什么文化 两样东西是一样的 一个 拿到钱 手上 第二个脸上面 比如说医药费 我们公司 每年都是三五千万了 马币 所以我提出 要把医疗费降下来 那我们把每个部门 对吧 人均 这个医疗费 排名 坚持排 每个月排 自然马来就下来了 反浪费嘛 所以 当在马来西亚 医疗费 涨12%的时候 我下降了百分之十几 这个就是 太极权 我觉得其实说 做海外 确实是不容易 挺锻炼人 考验人的 因为是说 在国内里面 比如说 我们今天 这个访谈 其实是由我们团队来做的 那可能周围的人都很熟悉 然后大家沟通都会很顺畅 但是在国外 可能任何的一个小小的细节 都可能需要你去跟对方解释 沟通 重新定义这件事情 或者说重新制定管理规则 这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一点一滴做起来的 相当于一个全新的创业吧 我在中国企业里面住了三四年 我发现我前面三十年都是为宝腾准备的 因为我在国有铁杆 所以我看到宝腾存在的问题 我一下子能够知道 他到底的根源在哪 我也在合成公司住过 我知道我的合作伙伴在想什么 你比如说我的这个副CEO 他就跟我说 哎呀这是这个李总啊 我在想什么你都能看得到 我说当然了 我说你那个位置我坐过的 我三十八岁就在你这个位置上 现在我都五十多岁了 我当然知道你在想什么 那您啊就是到宝腾之前啊 有没有设想过就是 您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有哪些 没想过 所以我到基地这个面试的时候 我跟安总 我就提了一个要求 我要得到你发着内心的支持 你要全力以赴支持 如果得不到你发着内心的支持 我就不来了 后来安总说 你放心 胜则举杯相敬 败则拼死相救 我全力以赴支持你 他是那么说的 也是那么干的 在中国住了三十年 有全价值链的经验 我代表中国企业出来 中国在搞一带一路 中国激励这个水平也很高 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如果都不能救宝腾 对吧 那就怪不得我了 所以我认为是能救的 如果救不了 如果救不了 那也不是我的成本 但到底有些什么问题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我也不可能知道 如果真的知道这么多困难的话 可能也不敢来了 无知无畏不好 因为不知道 所以赶 董事长怎么评价 咱们现在的业绩表现 我听说 董事长对保存这块取得的成绩 还几乎是满意的 当然了 苏总装要求很高了 他希望我们的销量越来越高 希望我们利润赚的钱越来越多 希望我们不停要在马来西亚住得好 还要在其他东盟国家 我们现在海外大概有11个国家 今年可以住到3000台 但是去年是1500 前年是1000 我们刚来的时候 我是248台 明年我们的目标是定5000台 争取住到7000台 那么后续呢 我们还要导入中国的优秀产品 比如说新能源 中国品牌要想成为世界级的企业 您觉得需要具备哪些要素 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走出去 第二个阶段叫走进去 第三个阶段叫走上去 只要你有技术有产品 您就可以在国外找个代理商 只要找到那个代理商 这就走出去了 但是呢 这特别容易找回来 这种走出去的方式 最多只能做到10万台 什么叫走进去呢 像吉利这样到宝团来 就叫走进去 它不仅需要技术 不仅需要产品 它还需要有管理 需要有文化 那么走上去需要什么呢 我举一个例子 不要小看厨师 厨师也是生产力 掌握了人的胃 这对于前进的这个动力 非常重要 我来到宝腾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改善市场火势 我也是跟吉利学的 我也是跟华为学的 我说我们连火势问题都解决不了 还搞什么汽车服务 所有的该给你考虑的都给你考虑 就是一个体系化的作战 而不是单崩港 日系企业在东盟 人家已经深耕了五六十年 人家已经深入了党政军各个体系 比如说人家的商社 人家的情报的信息的收集 人家的这个银行 供应链等等产业 都是紧密联合 我们中国还缺这样 尤其是开拓海外市场的时候 怎么一起走出去 而不是单个走出去 当然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 其实就是人才 其实我们在讲国际化的时候 其实就是人才国际化 到海外来的干部 要具备四个条件 三个力加一个心 责任心是必须的 如果没有责任于担当 好 即使有那个优秀的能力 都没有用 哪三个力呢 第一 专业能力 无论是研发 无论是质量 无论是采购 无论是销售 服务 你没有专业能力 别人不会服你的 那么第二个力 领导力 那么第三个力 就是沟通力 我现在发现呢 你要到海外来 至少要有一个力很强 有两个 最好了 三个力都很强的 我还没见到过 我本能最多只能说 两个力多一点 您太谦虚了 这个是 要不是这样 这个是跟整个中国 国际化相关的 我相信再过三年 五年以后 中国的这个海外的人才 一定是具备了三个力 加一个心 这是中国全球化 一个缩影 刚才听您说了许多 我觉得 特别让人感动的一点 是说 其实您在整个说的 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提困难 其实是很少的 但是提解决方案 提的是特别多的 谈到困难呢 没有地方去疏苦 就人家说的 高速不胜快 如果你跟别人疏苦 其实没有人爱提 领导也不爱提 员工更不爱提 他认为你很差 CEO其实就是垃圾桶 很多人 不会把好消息告诉你的 他们告诉你都是坏消息 所以你作为CEO 第一你很孤独 第二个 你必须有强大的 自我杀毒能力 否则你这个垃圾桶 你消化不了的 要么你犹豫了 要么你就跳牢了 你看有很多CEO 要被偷楼跑了 溜了 因为你面对的太多的问题了 所以当CEO的 特别到国外当CEO的 我认为第一你要身体好 要听得起折腾 第二个你精神要好 你的意志要很坚定 要自己顶住 因为没有人同情你 我倒不是说 我的专业性很强 领导力很强 高通力很强 但我身体还是蛮好的 意志还是比较坚定的 我认为这是我具备了 最基础的基础吧 您怎么做到这个身体好精神好的 平常做一些运动吗 可能也得与你们搜狐汽车 参加你们搜狐汽车的这个登山活动 我曾经跟你们搜狐汽车 登上了五千米的高山 那是我通用的PPT啊 情有都中 所以我每当讲什么的时候 都是以这一页结尾 在2011年 搜狐汽车组织 我们去登四川的四姑娘山 登完那个山以后 我有一个很强的体会 最重要就是信念 吃了这么多苦 一定要爬上去 但我们搞国际化也是这样 外面的风险很大 要相信你自己一定能够赞成这个 第二呢就是专注 爬山的时候啊 不要跟别人聊天 一心一意 注意脚下 来到马来西亚也是这样 凡是跟生意 跟这个经营没关系 你都不要关心 因为时间非常宝贵 人工耐心是有限的 董事们耐心也是有限的 所以你必须非常专注去完成你的任务 那么第三个呢登山的体会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团队 搜狐汽车十年前组织我们去的时候 有个小伙子知道我 说到了的时候说休息就休息 休息一分钟就是一分钟 叫你左脚放上右脚放下 听他的 所以没有这样的专家团队的支持 四姑娘山你登不上去他 但我们搞汽车也是这样的 汽车是一个全家之链 靠我一个人搞不定他 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只不惯是站在这一个伟大的平台上 没有团队登不了山 没有团队更住不了火气化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登山要有节奏 不能说 哎 难走的时候就走的特别慢 好走的时候特别快 这在登山的时候非常忌悔 不管好走不好走 节奏非常重要 而我们搞企业节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认为四姑娘山的这个 这种信念专注 团队节奏即是登山的经验 也是我们搞国际化的经验 所有的企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不可能是只占有国内的市场 在下一个中国品牌发展的过程里面 其实国际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对于国外的全新环境来讲 其实我们还是在摸索的过程 其中所面临的困难 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很多困难其实是未知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 坚定信念一定是第一位的 这件事情一定要做成 在这个过程里面哪怕有一点点迟疑 可能这个事情就失败了 所以我觉得啊 就信念确实是像她所说的是第一位的 用电视频里面